加油 加油 雖然我是說當過台北市長 在台大當醫生 在台北當市長 甚至要選總統 可是我的父母很像獨居老人 被丟在新竹 我沒有時間去管他們 所以特別說我爸爸已經中聽了 根本就沒有辦法溝通 沒有辦法跟他講話 所以常常這樣 這本來就是 有一天你突然發現說 你很多話想要跟父親講 已經沒有辦法了 不過這個是你的選擇嗎 人活在世界上 常常是 不管你喜歡不喜歡都已經走到這裡 所以問這個題目已經沒有意義了 你都已經走到這裡了 我們從來不知道說 如果回當時走另外一條路會怎樣 對不對 第一點我們不知道 第二點我們永遠回過到那個點 所以我每次說 向前看就好 所以你選擇的這條路 你認為是正確的 正確要等到有天你死了 才能蓋棺論定 現在哪有辦法知道 所以只能 人家說勇往直前 向前衝 不是說勇往直走